我最近做了一個民調 一個民調出來 對這個政黨的支持度 三黨裡面 國民黨還是在前面 老百姓一般認為 國民黨還是比較穩重的一個黨 可以托付的一個黨 但是蠻可惜最近自己內部有矛盾 再來 六成五以上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老百姓 都認為必須要政黨分替 因為這八年來 大家都受夠了 所以我想郭台銘 他自己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他也看得很清楚 不團結 哪裡談台海的和平 所以我認為 目前這個階段 談整合 必須國民黨自己內部先團結 侯友宜的民調必須要趕快上來 但是我非常有信心